逢大选前夕总有意外风波 今天古静多处地方发现民主行动党的火箭旗 闲挂着不知是哪位有心人士所为 针对此事行动党多位领袖前晚一战是警戒备案 民主行动党的国庄议员张建仁表示 这些旗帜并不是民主行动党挂的 也不是民主行动党光用的旗帜 他也不排除是支持者或公众人士 自动自发印了挂上去的 可能是支持者或公众人士自动自发去 去印了把它挂上去 我知道少奥业的人民很渴望大选的来临 因为我们对于整个国家 在目前为止完全没有方向 人民受到百货通知盆的压力 政府就好像没有政府这样 整个国阵政府的领导就好像没有政府 他也祝请支持者暂时不要挂火箭旗 以免国阵有借口为难行动党 把这份热情 这份激情 把它暂时忍下来 大家一起再忍多几个月 多两三个月 选举就要来了 到时就先把这些棋收起来 到时也替我们把这些棋放上去 让大家整个竞选的气氛更加的炙热 所以目前还没有选举 不是说完全是错 不过是不好啦 不要给国阵一些借口 希望国阵下台是大家的梦想 请把此视频分享与转发出去